我今天會教你做這個薯枝電腦 首先做薯枝電腦前 我們要準備的東西 就是BB油一枝 一個白膠漿 一個匙巾 一個薯條棍 一個膠盤 還有一些生粉 即是粟粉 這樣呢 看看才能不能弄好那個角度 就是這樣的 我們拿匙巾 在袋衫粉裏 就筆出來的 你記住 如果你落三 如果你落三根 粟粉呢 你要記住三根 你落多少根粟粉的 你要記住 我弄小一點的薯枝電腦 因為我不是玩很多 所以我就落兩根 這樣呢 弄完之後就放在一邊 那你會見到 粟粉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呢 我們落白膠漿 記住 比例是要一比一的 即是說 我剛才落了兩根 的鷹粟粉 我就落兩根的白膠漿了 等一下 我還沒對焦好 等一下 我還沒對焦好 等一下 我還沒對焦好 好難摔 好難摔啊 看這樣子 這樣摔吧 這樣摔吧 好難摔啊 摔的 比例是要一比一摔 所以好難摔 要摔滿整個匙巾 記得不要倒啊 因為倒的話 你會倒得太多 收不及 所以一定要摔 是麻煩一點的 先這樣 讓我看看 終於摔完一根了 然後我們這樣 將這一根 這樣放進 這個生粉堆裡 把它刮下去 把它放進去 就這樣不停地摔 呀 好難摔 這樣摔完之後呢 我把它倒下去 先把它倒進去 我們先把它倒進去 我們把白狗糧灌上去 把它倒進去 我們先把白狗糟糧灌上去 把白狗糟糧倒進去 把它倒進去 把它倒進去 把白狗糧倒進去 我們要全部倒進去 然後我們 把竹筋搅拌進去 把雪橇棍搅拌進去 這些所有東西都是積蓋的 那記住呢 我們 這個膠盤 匙巾用完之後就不能用 所以你不要拿吃東西的匙巾 要拿一些積蓋匙巾 即是外賣匙巾大塊 或者你們在餐廳 給那些膠匙巾大一點 然後 就這樣掃進去 要掃得乾乾淨 因為我的比例是要一比例 這樣呢 然後呢 我們拿著這個這樣拌 這樣把它刮過去 然後呢 然後呢 把這裡刮回來 然後呢 我們 還沒刮完 然後呢 你會見到呢 這樣呢 就會是這樣 把白膠匙刮回來 然後呢 就把他們拌勻 然後呢 先把白膠匙拌勻 先把白膠匙拌勻 再把白膠匙拌勻 和生粉 要一起拌勻 如果你不夠 你再加多一些 那些 然後呢 再把白膠匙拌勻 先把白膠匙拌勻 然後呢 這樣子拌勻 我們先要把呢 拌勻 生粉呢 和即是 即是 即是 就是把你的白膠漿拌進去 你會看到變成一批東西 會開始變成糊狀 你會看到變成糊狗 先用這個糊狗 就是這樣的 你會開始變成糊狗 那這個就需要攪拌久一點 我們先截掉 多一點 請收看我的部分